就是三席全上在市議會裡面組成黨團 那三位年輕人其實都有各有各自的專長 也有各自各的專業 那雖然是說我們看起來只有提三席 可是他們的服務將會是整個高雄市的 以各自的專長跟各自所負責的領域 去發揮自己的影響性 還有就是服務所有的高雄市民 那我現在就在這裡很慎重的去介紹 三位候選人也讓所有的高雄市民 能夠知道說時代力量在高雄的整個佈局是什麼樣子 那我首先介紹的是三民區的市議員參選人林余凱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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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位是在左營南子區的林子萌 大家好 我是子萌 最後這一位是這一次第一次在高雄亮相的 是我們鳳山區的黃傑 大家好 我是黃傑 好 那我先請三位候選人 來說一下 簡單說一下自己 這次參選的一些想法 然後其實我們這一次還 這個記者會還安排了一個是 其實對三位候選人來講很重要的一位 可能是議事議長的好朋友 來替他們說明一下說 他們怎麼去看待這次的選舉 以及對大家有什麼期望 那我們先請宜凱 各位媒體記者朋友 大家好 今天也是88節 祝現場的爸爸們 祝現場的爸爸們 88節快樂 那今天我的爸爸還有我的女兒 都有在現場 我的老婆 那我自己也是一個爸爸 那站在一個爸爸的角度 我當然很希望高雄的環境未來 可以越來越好 那我不是返鄉青年 我是一直就生活在高雄這個土地上面 我也進入高雄市政府來工作 所以在高雄市政府裡面 我有很多的觀察 如果媒體朋友們有興趣 可以看我們的公門菜鳥杯 我所著作的這本書裡面 都有提到高雄市政府的種種 那對於政府的改革 也是一直我放在心上的事情 我擁有七年的基層行政歷練 這也是我跟一般民意代表 所不一樣的地方 我是真正的從基層做起 我觀察到市府 有很多需要改變的地方 包含整個跨部門的整合薄弱 在政策制定前的公民參與不足 支援分配 留於特定對象的掌控 這個都是我進入市議會之後 希望去著手來改變的 我在民間組織 參與環境運動 也有相當多年的時間 體制內跟體制外的角色 讓我致力於體制內外的溝通 及對話 這也是我進入市議會之後 持續要扮演的角色 時代力量在高雄 就是要為沒有發生管道的基層市民 扮演他們發生的管道 不管是從親父母案開始 我們陪伴著被離職的這些勞工 去爭取他們的工資電廠 到碼頭山 事業飛機物也買場的 抗爭 我們陪伴著在地的自救會 在這個禮拜四 要北上監察院陳情 一路走來 我們的立場就是扮演著 陪伴基層市民 聆聽基層市民需求的這個角色 我很高興我們有三個參選人 未來 11月24 我們順利當選 就在高雄市政府市議會 組成一個黨團 我們各有各的專長 各有各的擅長 我主要會負責青年生育 污染防治 一些三民區的民生議題 我希望導入民間的能量 協助政府的進步 高雄要做的事很多 資訊公開 市民參與 及良好的行政協調 是未來我要去努力的 我會以...